刷下RFID智慧卡自動感應 選取自行車車位號碼 就可以直接取車和還車 推動社區型公共自行車系統示範計畫 崔仙壤和中華大學觀光學院院長蘇承田 一同騎上智慧型公共自行車 以提高環境品質節能減碳為目標 開啟創新的智慧生活運輸系統 健康樂活漫遊 這樣一個結合交通跟休閒一體的 這種自行車的載具 那麼更適合珠北 因為這邊有休閒的場所 有交通的需要 譬如說我們珠北市的市民 如果他要到高鐵來搭的時候 他其實他開車來要停車費 但是他如果騎腳踏車來 那就很方便 響應新竹線從4月份開始 率先推出免費快捷公車和愛心自行車 中華大學休閒系選定珠北市 執行教育部智慧生活整合創新計畫 結合縣政府和地方社區與建設公司力量 希望從社區開始提供地方居民智慧生態低碳 樂活共享的生活形態 中華大學休閒系所辦理的 在交易部的一個智慧樂活的一個城市裡面的打造 能夠做一個示範 我相信每一個社區 每一個公園 每一塊的路都能夠走出健康 對整個環境 其實是真的是幫助很大 你看減少煙霧 現在中華大學這個公共自行車 對於整個我覺得在高鐵特區可以先來實行看看 台灣目前在北高梁市均有推動公共自行車系統 新竹縣竹北市有台鐵高鐵以及內灣支線三鐵旅遊網 再加上坐擁三條水峻道河30座公園立地 形成優美舒適的休閒環境 透過公共自行車系統 將新竹縣打造成節能減碳的生活城市